戰爭罪違反國際人道法 故意針對平民、使用兒童兵以及實施酷刑和強姦行為是戰爭罪 並沒有單日文件將所有戰爭罪編入法典 不過國際人道法的核心原則在於日內瓦公約其中大部分在二戰後生效 以及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 意圖是戰爭罪的必要組成部分 例如炮擊醫院本身不是戰爭罪 但故意或魯莽地這樣做就是戰爭罪 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負責起訴個人犯有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等危害人類罪名 雖然烏克蘭不是這個法院的123個成員之一 但它已授權國際刑事法院處理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利·武漢在二月說 它將調查烏克蘭涉嫌的暴行 根據法院的調查結果 它可以起訴個別俄羅斯人犯有戰爭罪 但不能調查俄羅斯國家的侵略罪 原因是俄羅斯和美國以及中國一樣 還未加入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也不能對被告進行缺席審判 除非俄羅斯嫌疑人親自出現在國際刑事法院 否則他們不能接受審判 其他選項 個別國家可以根據普遍管轄權的法律概念 起訴俄羅斯官員或軍人違反國際法 不過這類案件通常不會導致對肇事者的強制缺席 此外很多國家法律禁止起訴俄羅斯總統普京等 現任國家元首和政府高級官員 另一種選擇是建立一個法庭 例如在德國紐倫堡設立的法庭 此法庭在二戰後成立 目的是起訴納粹戰犯 在前藍斯拉夫和盧旺達發生暴力衝突後 法庭還被用來判定犯有種族移絕罪和其他罪名的過癮 作詞紅劑